今天有很多分不清真假 令人惯惜之人 所以耶稣为了让我们正确地分辨 假先知和真理百姓都赐给他们果子 看一下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话语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道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道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凿的人也少 耶稣在区分真理和谬误时 将他们比喻为窄门和宽门 继续看十五节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我们无法轻易地分辨谁是假先知 但耶稣却教导了如何辨别假先知 耶稣说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 吉里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这样 凡好树都结好果子 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 丢在火里 所以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我们要通过所结的果子 正确地分辨他们才行 继续看二十一节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使我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才是真先知 不是吗 但阻止我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都是假先知 看一下他们结的果子是什么 二十二节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敏感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星期日礼拜的果子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崇拜太阳神的日子 还有太阳神的生日圣诞节 这些全都是崇拜太阳神的律例 我们能通过星期日礼拜和圣诞节的果子得到救恩吗 了解了星期日礼拜和圣诞节的由来就能充分理解 我们现在所相信和实践的才是真正值得信赖的 因为这真理的果子是得救的果子 所以在我们进入永远的天国之前 绝不能停止新约同工的使命